最近柏林跳水世界杯的比赛已经结束 最终中国队拿下四块金牌 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其中在十名女子担任跳台比赛中 全红蝉同样不负众望 以绝对的优势打败其他对手 最终站上最高领奖台 帮助中国队拿到一块裁金牌 而在这次夺冠过去24小时之后 对于红姐而言 这一次登上最高领奖台获得的荣誉 还不止这一点点 接下来他还获得一笔丰厚的奖励 除此之外 他的信心也得到大幅度提升 对于他后续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冠军 是非常有利的冠军 是非常有利的 众所周之本身世界杯分战的比赛 夺得冠军都是有奖励的去 这一次玄红蝉在陈玉希没有参加比赛的情况下 勇夺冠军发挥出色最终拿到第一名据了解 他的奖励是6000万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 有4万多块钱多块钱 对于全红蝉来说 一人拿到这么一笔丰厚的奖金 无疑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可以寄回家来改善家里人的生活 也可以存起来将来用来供自己读书 这个无疑算世界永连送给红姐的大礼 除这一点之外 另外一方面对于全红蝉来说 这一次夺得冠军更重要的意义 是让他的信心得到很好地提升克服了新摩勒 大家知道在去年一年的比赛中 全红蝉除了在亚运会个别比赛 读的冠军之外 大部分时间都是陈玉希啊 他一头以非常稳定出色的发挥登顶领奖台 而全红蝉只能当千年老二 全红蝉只能当千年老二 在后面的比赛中 红姐反复说自己的发挥不好心态 没有调整好家伤伤病的影响 一直没有摘掉千年老二的帽子 如果以这样的状态下去 后续参加巴黎奥运会季情况非常不妙 如今随着红姐在本次柏林世界杯 以绝对的优势登顶世界冠军夺的金牌之后 对于她来说是很好的信心鼓励 在赛后的颁奖台上 红姐笑得非常的开心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以这样好的状态 备战巴黎奥运会有理由相信 红姐可以打败队友登顶 最高领奖台实现奥运冠军的未免军的未免 到那个时候全红产将有可能成为十米跳台的第一人 这是非常好的事 如此看来这次虽然陈玉希没有参加比赛 让这个冠军的含金量降低了一些 但是对于全红产来说 这次拿到第一 就可以体现出她的实力 依旧是值得庆祝的高兴时日 希望红姐保持这么好的状态一如既往 继续投入到训练中争取在巴黎奥运会 给所有喜欢她的粉丝带来更多惊喜 来